美国运输安全局TSA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在机场安检站查验旅客身份的做法 目前已经扩大至包括亚特兰大、波士顿、洛杉矶等全美16个机场 虽然这一新技术增加了安全性并让安检程序更加快速 但已经引发了对乘客是否受到侵犯的关注 全美每天有240万人次的航空乘客 TSA表示该计划的目标是提高身份验证的准确性 并确保乘客顺利通过检查站 尽管TSA声称该试点项目是资源性质 而且迄今显示效果不错 但批评人士对此新技术表示担忧 包括四名民主党人和一名独立人士的五名议员 2月致信TSA要求停止该计划 TSA项目负责人说 TSA非常重视隐私和人权问题 在机场拍摄下来的旅客图像没有被汇入数据库 照片和ID一旦确认即被删除 虽然在项目试点阶段一些特定数据 的确与国安部科学技术局共享 但会在24个月后删除 摄像头只有在有人放入身份证时才会打开 因此不会随机收集机场人员的图像 德克萨斯州基恩市警方5月16日表示 在当地一家连锁速食店Sonic停车场13日发生的枪击案中 12岁的凶手使用攻击式步枪对着餐厅员工 32岁男子戴维斯至少开了6枪造成其死亡 目击者告诉警方 20岁的戈麦斯在靠近餐厅不远处小便 戴维斯等几位Sonic员工上前制止 双方发生口角争执 之后演变为肢体冲突 冲突之际 与戈麦斯同行的12岁男孩从车里拿出一把枪 朝戴维斯开枪 枪击事件发生后 该名男孩和戈麦斯带着武器逃离 戈麦斯在返回现场时被捕 警方接着也在附近找到开枪的12岁少年 并发现多把枪支 二人都被控犯下谋杀 洛杉矶警察局5月17日宣布 在和联邦调查局参与的突袭行动中 逮捕了12名涉嫌帮派成员 缴获了数十把非法枪支 包括幽灵枪和半自动武器 23000颗芬太尼药片及51磅加基本病案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这项名为消灭行动的调查 于2020年年底开始 针对洛杉矶海港地区犯罪团伙 Westside Williams的非法枪支和毒品走私活动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这项名为消灭行动的调查 于2020年年底开始 针对洛杉矶海港地区犯罪团伙 Westside Williams的非法枪支和毒品走私活动 据信 被捕者与墨西哥贩毒集团西纳罗亚卡特尔有关 该组织正在使芬太尼于加州泛滥 官员表示 目前仍有三位嫌疑人没有归案 本次的逮捕行动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美国驻华大使馆曾在4月3日发布通知称 自2023年5月30日起 美国旅游签证和其他非批件的签证申请费 将有160美元上调至185美元 基于批件的HLOPQ和R签证费 将有190美元上调至205美元 一类签证申请费将有205美元上调至315美元 对此 中国驻美大使馆5月16日宣布 根据对等原则 自5月30日起 美国公民赴华签证除记者签证外 费用调整为每件185美元 根据泛美卫生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 近期登革热总体发病率在拉美多国呈现上升趋势 截至目前 秘鲁已报告7.6万多例登革热病例 其中有82例死亡病例 首都利马的登革热病例与2022年相比增加了5倍 秘鲁政府已宣布20个地区进入为期120天的紧急状态 巴西今年已有333人因登革热死亡 布利维亚登革热病例累计超过2万例 阿根廷目前已报告9.3万多例登革热确诊病例和56例死亡病例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传染病 其典型症状有发烧 头痛和关节痛等 分为普通登革热和出血登革热 后者死亡率较高 为控制疫情传播 多国卫生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应对 布利维亚开展社区清洁 设置流动医疗点等 阿根廷卫生部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灭闻工作 采取安装杀网等防围措施 秘鲁卫生防疫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消毒 向民众宣传登革热防控知识 免费发放屈员用品等